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故事讲述天界火神旭凤和花蟹葡萄金锦蜜的三世情缘 第一是是旭凤心爱上的锦蜜 但是因为天地曾经强占花神子芬 而锦蜜的真实身份是花神的孩子 所以旭凤担心自己对锦蜜不同寻常的感情 只是兄妹之情 一直不敢坦白心意 不过真龙夜神润玉却知道真相 锦蜜是花神子芬和水神洛林的孩子 抢先一步和锦蜜定下婚约 并且利用续凤对锦蜜的爱钳制续凤 获取自己在天界的唯一继承权 锦蜜以为自己的父亲是续凤所杀 所以在新婚时杀了续凤 把续凤送到了她的第二世 第二世的续凤是魔尊 这一世轮到续凤无情无爱 锦蜜为了挽回自己当年的过时 用肉身挡在热狱和续凤大战之前 阻止了杀戮 自己却魂飞魄散 知道真相的续凤跑去求佛祖指点 希望能找到锦蜜的元神拼凑真身 佛祖指示说 远在天边尽在眼前 原来锦蜜的缺失的元神 化作了续凤眼中的一滴泪 续凤苦苦寻找不到的东西 原来在自己眼中 之后拼凑出锦蜜的元神 开始了第三世情愿 你期待锦蜜和续凤 好好地在一起吗 会留言评论分享你的关键感受